暑假期间许多家庭会安排出游 弱势族群的孩子也需要关注 会在台中一家慈善基金会 特别在暑假期间举办 任养人与任养儿童相见欢的活动 并安排系列才艺表演 新唐人动画天庭小子小乾坤 品德列车也开进活动现场 让任养儿童度过温馨愉快的午后时光 小朋友排排坐 认真看着荧幕上的动画 新唐人动画天庭小子小乾坤 品德列车设邀参加现场活动 以活泼有趣的方式 告诉小朋友如何做个孝顺的小孩 不要和爸爸妈妈吵架 不能跟爸爸妈妈吵架 要帮爸爸妈妈做家事 那我们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 能够提高他一个公民与道德 还有我们对一个 我们就是说我们长辈啦 我们敦亲还有相关 我们长辈游戏 怎样的一个教育 透过小乾坤的教育 能够给他们有所益的收获 成立32年的广量基金会 目前任养超过200位入宿儿童 每月固定发放奖学经济物资 给需要帮助的家庭 并在暑假期间举办亲子活动 让小朋友有个快乐的回忆 很感谢他们让我们就是 我们家可以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长大也要换我们帮助别人 就是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又以及人之幼 这是人籍几基人力几利的宗旨 就是在为社会的极难救助 给我们的亲含的儿童 在这么多年来 每个会员在自己的成长 就是他在除了说不懂理性成长之外 在我们工作上能够互相的做一个交流 互相的帮助 广量慈善会会员来自大台中 涵盖不同工作领域 目前会员人数超过1万人 彼此关怀出钱出力 希望将爱情善举普及大众 新唐人野孩电视赖红军江淳慧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